新闻大求真 官方合作伙伴 新纯净 行至美 以保纯净水 出海游玩 如何保障自身安全 来人救我 我要救你了 当意外发生时 又该如何自救逃生 延年夏日喝含咖啡因的饮品 真的容易导致中暑吗 还有一把神奇的火 竟能去除衣服上的污渍 新闻大求真 正在播出 7月5日下午 两艘游船在泰国普西岛附近海域 突遇特大暴风雨 发生了轻浮 目前 该神船事故已造成47名中国游客遇难 这次 泰国普西岛游船轻浮事故 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如何在出海游玩时保障自身安全 当意外发生时 又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就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海上考生知识 这次海上考生实验 我们请来了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支水上志愿支援队 以及中国救生协会专家 朱玉成 中国救生协会专家 从事游泳救生和游泳救生员的培训教学工作近30年 有着丰富游泳救生理论和教学经验 在实验开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游船发生后翻沉舵的情况 到底有多危险 又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这个游艇呢 跟我们正在普吉岛 被收凤康号几乎是相似的 它有三层的结构 第二层你也看到 我们两边是一个密封的玻璃 这个玻璃是无法逃生的 所以呢 在这个船那边 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安全通道在哪里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上船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安全救生衣先穿上 就是这两点救生衣位的逃生路线 这是最关键的 通常一条游船的逃生通道 就在靠近船尾的位置 可是这次沉船的凤凰号是行之后倾 从船尾开始沉没的 那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逃生呢 迅速在我们环境救援 一分多钟时间里面 穿上救生衣 提供到船的中间的部位的两侧 请记住 一晚发生时更应该保持镇静 在短时间内奔到通向甲板的最新出口 尽快跑到游船中间的甲板上 但是要注意的是 逃生跳海的方式是有讲究的 逃生里有三个动作 一个动作就是跨越式 跨越式主要是远离船只 能跨出去进来游船 一路水以后迅速的离开船 这是一种路水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呢 游泳式路水 这就对游泳者呢 要是很少它必须有良好水平 所以它游泳很快的 就能够逃离船只 第三种呢 是对水平好像要差 不会游泳的人 直立式路水 要是我们来专手抱肩 一手呢 捏住鼻子 捕住嘴巴 锤子往前跳出来 这个呢 就是有这个保护自己 因为对于不会跳跃的人呢 一旦宠实跳下去的话 能够准夹 反正很多的危险 所以这三种知识 就是我们逃生的基本跳跃方式 遇难者的名单当中啊 让我们非常痛心的是 确实有不少的儿童 那如果说 儿童教育的这样的情况 家长应该如何帮助他们逃生呢 正确方式 家长警报的小孩 还用资历式的 露水方式来逃生 这个是最佳方式 其他方式都不可取的 露水后 当浪花很大时 不要和浪花盈利对抗 胜水的方式 是想要保持仰卧姿势 跟浪前进下下漂浮 这样既节省体能 又能保护自己 减少枪水和被浪给打到的几率 另外 如果露水者能采取护救 也能更容易被救生队发现 最好的方式就是抓住 救生衣旁边的绑带 这样子可以牢牢的双住 对那些游泳技能不好的 或者已经有一定的体力衰竭的这种人 我们可以说两只手帮着藏住他 抓住他两侧的游泳带 帮助他支撑 坚持他心里 那叫互助的形式 来等待救人 此次泰国普吉岛的帆船事故当中 还有一艘艾莎公主号发生了轻护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这艘船上的游客都成功获救 这条船的所有的游客 被穿上了救生衣 第二个呢 这条船呢 它是侧方 所以他们逃生的机遇呢 要比后方来说相对 来的要大一些 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个侧方的情况啊 我们又应该怎么操作 如何能够成功的逃出这个游艇呢 安全通常出来以后 看是左侧方 让我们就赶紧沿着右侧 到它的右旋 从船的中间部位来逃生 如果是右侧 那我们就必须迅速的逃到了呢 我们船的左侧 从左侧中间跳水来逃生 就是说在翻的对面那一侧跳 对 那像这种侧翻的情况啊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现场演练呢 可以 上一条皮划艇 用这皮艇来来模理一下 它侧翻过程中间如何进行逃离 另外一个 如果逃离不了被船扣在底下以后 如何进行自我的施救和复救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的 现在呢 我们三位都已经换上了救生衣 我们也已经来到了海上 一切准备就绪了 我们今天采用的啊 是这样一艘皮划艇 那为了安全起舰呢 我们已经把它的发动机给卸掉了 我们用它来模拟新闻事件当中的游船 虽然说啊 它的大小和游船区别比较大 但是呢 它可以很好地模拟出船只发生轻步的一个现象 而且啊 对于我们的实验来说呢 这样的皮划艇也是最为安全的 好 我们马上要开始实验了 我们三位啊 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群体 周老师呢 代表的是会游泳的男性 而我呢 代表的是会游泳的女性 而我身边这位支援者呢 代表的是不会游泳的群体 那我们三位究竟能不能够成功逃出呢 马上开始 我们将实验场地 炫在了韩运台的海面中央 将模拟游船侧翻时 该如何再救和护救 它们能够逃生成功吗 打 sense 二位 Duchos 来救我啊 好好 来救我啊 来救我呀 快点救我呀 rewards 救命啊 gw single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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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游船上逃生成功后 大家应采取仰卧水面 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另外从不少幸存者的回忆里 大家发现凤凰号上 近20人没穿救生衣 只能抓紧舱门 而调查了解发现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救生衣的正确穿法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正确地穿导救生衣 首先来说 先把扣子从上而下 把扣子给扣进 对齐整的扣上 对扣起 换以后拉紧旁边的拉带 尽量让它切身 然后把身体给绑住 这样不容易脱落 这个绳子可能很多人平常又没有注意 这个绳子绑在这里它是起个什么作用呢 如果说这个绳子绑在这里 我救生衣万一跳下去水中的时候 我救生衣会把这个拉上去 因为它的福利人的身体往下坠 它的福利往上不会脱身 起到保护所有 有很多利水者 它最终呢也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两根绳子给穿上去 造成了我们救生衣脱落 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出海游玩如何保障个人安全 除了规范操作外 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也很重要 第一 只要出海 不管是否提醒 请自觉穿上救生衣 第二 船只开始下沉时 要尽快远离内部船舱及船只中央区域 尽快上到甲板 第三 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 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水桶 长靴 冷残柜或空座道瓶 等一切可以漂浮的物品 使自己漂浮在海内上等待救援 第四 如果自己不慎被海浪冲到一边 千万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尤其是在风浪大的时候 要及时抓住身边的人 大家形成一种抱团形式 这样安全性就会提高很多 对于搜救也是提高了便利 新闻大求真 待会儿见 新闻大求真 官方合作伙伴 新纯净 行至美 以保纯净水 新闻大求真 现在继续 就这 你 昂坤 嗯 这个就是你表哥的店啊 没错 不过呀还没开业呢 只接待一些朋友和熟人 你都没爱 气得气得气得气 气得气 气得气 晃坤 你终于来了 这几位是 宽子 王沐沐 我的室友 也是好兄弟 老师好 别客气了 你不是外人 事不相瞒 我这回请你们来呢 我真是有事相聚 走 没事 我看到那边说 你们也看到了 我这个咖啡馆刚刚装修完 我觉得特别好 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竞争也激烈 这没什么特色呀 这顾客都不愿意来 是吧 你看现在 不得流行打造个什么主题之类的嘛 是吧 我就觉得我这个咖啡馆 就好像少什么特色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我们跟你付出主意 对 你看昂坤 你从小就聪明 老瓜子特别灵 脸子特别多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我就想这时候让你们几位帮我想一想 我这个咖啡馆应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好 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表哥 我们是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表正跟所有的咖啡馆都不一样 我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我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不一样 quant 我每个人都不一样 给我你的手 就你的高级 让我们用化在这阶езд里 不要在意错误 你又像别難 不要离合那些 悲从定性承诺 让我们一起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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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鱼怎么样 人不远 你才不懂啊 耶 这个唱的倒是挺有特点的 可是好像大家不怎么欣赏 咱们再换一首歌好不好 别走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换个主题比较好 各位观众 假如你的爱情遭日丰富 欢迎来到我们失恋主题咖啡厅 在这里我们没有关心 是一位伤心的 凡是到店前三名的人 会有特别礼品 将得到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 珍藏失恋玫瑰 残之半月一直都 停 怎么了 你们要搞一点特色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人家来我们咖啡馆 这是来放松的 这不是来找天赌的呀 看来啊 我得拿出我的上手剪了 你们用什么西名汤 现在都主张多元化金 所以我们就开一家集合咖啡烧烤 美食为一体综合的咖啡 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并且我们还推出了多种各样的配套餐 比如说大腰配套其弄 像大半天配打铁 一集抽到好配套美食为一 这个好味 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味道 不用担心 我来吃给你看 哎 怎么样 算了 我看大家就不要勉强 我们就不要搞什么特色了 就开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厅好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 绝对新奇 胖哥你想了什么 快说 那就是科学实验主题咖啡厅 科学实验 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咱们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面 做一些科学的小互动 这样客人既可以喝咖啡 又可以学到科学实验 这个办法好 我已经想到了咱们第一个互动主题了 这么快 什么呀 来给你看 在餐厅享受美食时 如果服务员为你添加一点科学调味料 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呢 您好欢迎光临 您先看看菜单看想吃点什么 好 就点这个单人套餐吧 好的 您稍等 好 阿凯啊 你要的那个衣服我帮你买着了 网友们知道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一条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说我刚买的衣服 都原来那这句话就是你刚刚那个顾客打了一个喷体 把我吓着了 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吧 我先帮您弄干净好吧 我狼妈不 刚买的衣服 这实在不好意思 你快别擦了 这越擦越脏了 这 抱歉 你看这 这越 我们一定会帮您弄干净的 你还买的衣服 这是不是要送干净 这是不是要送干净 这 着火了 着火了 我刚买的衣服 我给你让开一下 你算是熄火了 这屋子没了 对 你看 这屋子怎么消失了 这刚刚明明烧起来了呀 对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衣服没有烧坏 而且衣服上的污渍没有了呢 我接下来就问你揭晓答案 刚刚其实是我和衣服主人一起玩的一个科学小实验 这杯并不是红酒 而是分泰试剂 它是一种常见的酸碱脂试剂 一旦遇到了碱性的物质 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这个假红酒是用分泰试剂 和碱性的肥皂水调配出来的 清理污渍也不是一块普通的抹布 它用稀释的酒精浸泡过 我用它来擦拭衣服之后 衣服上就沾上了稀释的酒精液体 所以当衣服靠近蜡烛时 会被点燃 但是酒精里的水分降低了衣服的温度 可以避免它被烧焦 那上面的污渍是怎么消失的呢 关键就是干冰灭火器 干冰灭火器喷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衣服上的水反应产生了碳酸 碳酸中和了假葡萄酒里的碱性物质 分泰试剂自然就会变成无色的了 所以污渍也就消失了 你明白了吗 原理很简单 用分泰加碱水倒入酒杯里 形成类似于红酒的液体 然后把红酒倒在衣服上 又含有酒精的抹布 发湿污渍 再用火点燃污渍 哇 现在衣服着火了 然后我们再用灭火器 好 我们可以看到干冰灭火器喷水之后 污渍消失了 可以看到这个衣服上只有一点水渍了 电影机前的你学会了吗 科学调料是不让生活更加的有味道呢 哇 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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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们几个有伴 我的咖啡厅要火了 谁啊 睡觉呢 你这是吧 嗯 老板啊 昨晚看球了 那就是生病了 那你为什么睡觉啊 不是 老板 我没有睡觉 我就是那么 迷了一下 这楼板都被女汉身挣塌了 给我站起来 你言庆着 平时不许多睡 那都别被短点 听不见到你已经被短点 听不见到你已经被短点 好 你是无可救药的 你不得不知道的养生知识 是中国人就转 又是黄总给你发了吧 哎你怎么知道的 我给你看 看到没有 什么喝汤喝出长命百岁 饭后走三走 你到底走不走 他一天要给我发好几条 我昨天在楼下还碰到他了 杨子哥 你这喝的是什么 枸杞 怎么泡这么多 连天人一看就不懂 等你到了我这个连接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知道的了 你也觉得太像了吧 哈哈哈 谁呀 你们在叼子哥哥 你看看看看看 啊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呃待会我们就去买枸杞 不不不不 枸杞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现在流行喝咖啡 咖啡 咖啡 你看吧看吧 来来来来 看这边文字啊 哎呀 咖啡能防五种癌 专家推荐最佳咖啡 请用指揽 哈哈哈哈 一人一杯啊 哎呦 啊 哎呦 好香啊 刀子哥也在啊 哎呀我先喝一杯啊哈哈 哎哎呦 是我们的还是 嘈咐 他不要敢喝了 所以我没敢喝了 你别说 喝了咖啡精神多了 我就说了 喝咖啡有好处 看来我以后要多喝咖啡 这样就不会因为 范困被我们老板骂了 老板 范困 上回是我脾气不好 我买了点水果 你先来拿一下 我马上下去 我们老板对我真好 老板 老板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哎 哎 你怎么了 感觉怎么样 老板 我好多了 谢谢你啊 谢谢就不用了 这好好的怎么中暑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刚一回家 然后喝了几杯咖啡 一路就跑过来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 就这样了 你呀 喝了咖啡 还做剧烈运动 啊 中暑才怪的 啊 我跟你科普一下啊 啊 实验开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人为什么会中暑 我们正常人体温 能横定在37摄氏度左右 是通过下修老体温调节 桌桌的作用 使产热与散热取得平衡的结果 当周围环境温度超过皮肤温度时 会通过扩张的皮肤血管散热 散热主要能出汗 这时 汗水从空气中蒸发 把皮肤上的热量排出 但是 如果身体缺水分的话 会不出汗 然而 就不能通过皮肤扩展热量 那么体温上升 就会产生高热中暑了 那么夏天高温的时候 喝咖啡 感觉我们在补充水分 那么其实呢 因为咖啡的特殊性质 它会让我们的水分更加容易溶失 容易造成脱水 喝了还有咖啡衣的饮料 体内的水分真的会变少吗 胖坤中暑晕倒 究竟是不是因为喝咖啡导致的呢 接下来的实验 我们介绍两名体和相似 身体健壮的男性志愿者 一个喝咖啡 一个喝清水 然后 进行30分钟的剧烈运动 再来检测 两人体内水分的情况 实验开始前 首先检查一下 两人身体的水分情况 一号志愿者是48.1公斤 二号志愿者是47.8公斤 两个人都正常 没有很大的差距 接下来 一号志愿者喝下500毫升的水 二号志愿者喝下500毫升的凉咖啡后 两人开始打篮球 三十分钟剧烈运动过去了 看来两人都相当的疲惫 现在 我们开始检查 两人的小变量 喝清水的一号志愿者 小变量大约为100毫升 而喝咖啡的二号志愿者 小变量大约为350毫升 比一号志愿者多三倍 小变量差别如此之大 那么身体水分的情况 又会如何呢 喝水的一号志愿者 为47.7公斤 比实验前缺少了0.4公斤 喝咖啡的二号志愿者 检查血果为45.4公斤 比之前缺少了2.4公斤 二号的咖啡均 比起一号的脱水均 缺少了7倍多的水分 如果再继续打篮球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脱水 一方面呢 就是咖啡它本身呢 它是一个高盛性的一个饮料 是能够加速体内的一个 药液代谢增加 那么第二点呢 喝咖啡的时候 我们的机体的能量代谢会增加 在炎热的天气里面 本身就是一个高代谢的一个状态 就会使我们身体更加容易疲劳 一疲劳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 那么我们推荐 咖啡因的摄入量 每天不超过400毫克 就相当于我们每天 不能超过喝4杯咖啡 除了这些平时的 我们说的咖啡饮料以外呢 比如说浓茶可乐 在一个个别的一些运动性的饮料里面 它也有咖啡因的成分 那么喝那些饮料的时候 反而会起反作用 还不利于我们度过炎热的夏天 原来是这样啊 哼 我的命 就跟这个火箱正经验一样苦 不苦不苦 你看 我还给你买了水果呢 谢谢老板 那接下来呢 把这个资料整理一下 加个吧 加班最凉快啦 再来生活 现在 可是激情 点T5视频 网络热传 行为太危险 我来听你听 饮酒后 为何不能游泳 喝了酒之后 不能游泳 喝完酒之后 游泳非常危险 新闻大求真 明天继续